所以你既然是释迦牟尼佛了 你是不是就一切通达了 一切自如自在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修学释迦牟尼本尊法的修法 你想寄身成佛 寄身成就的佛教徒的首要修法 为什么要求释迦牟尼 佛本尊法的灌顶 为什么要修释迦牟尼佛本尊法 意义十分巨大 你修阿弥陀佛本尊法 钥匙佛本尊法 准提佛母本尊法 这一切所有的本尊法 都是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自心中流出的 自心中生出的 生起的 实际在所有的佛部中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本尊法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呢 这个所有的佛 我们在释迦牟尼 为我们讲经说法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是所有的佛也可以说都是从释迦牟尼佛的心中生起的 生出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法也是从释迦牟尼佛 本尊释迦牟尼佛的心中生起的 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佛教徒所做的事业部的 所有的事业部的这些行为 那么也是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师心中生起的 所以是真正修成释迦牟尼佛本尊法的大众 实际上你万法通达 为什么 你已经和本师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应 你既是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既是你 那所有的法 大藏经 所有目前在全世界各地流布的佛法 都从你心中生起的 那你自然了知如来真是意 你自然通达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教法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你既然是释迦牟尼佛了 你是不是就一切通达了 一切自如自在呢 所以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修学这个释迦牟尼 这个本尊法的修法 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你想继身成佛 继身成就的佛教徒的首要修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